随着进城打拼的农民越来越多 夫妻两地分居也不算是什么稀奇事 在农民看来 外出打工挣钱果然重要 可是农村老家也不能不顾 毕竟家中常有老下有小 日常生活都需要有人照管 处理农村的各项事务和人情往来也需要人手 所以很多农村夫妻赏脸过后 大多决定由丈夫外出打工挣钱 妻子则留守在农村照顾家庭 在农村留守妇女是一个庞大又特殊的群体 丈夫常年在外 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肩上的负担肯定不会轻松到哪去 而且一个人过日子不仅孤独 有的时候还有可能被人说闲话 这样的生活实在不容易 不过尽管如此 农民外出打工后 这些留守在家的妻子 而害怕丈夫突然回家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这个问题倒是有农民说了实话 一般来说 在外的农民宫只有逢年过节这样的重要日子 才会回家和家人团聚 如果没有和家里人商量 就匆匆忙忙的回家 多半是碰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一方面是害怕丈夫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大多数农民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 也不懂什么专业技能 经常打工也只能到工地干体力活 这样的工作虽然来千块 可实际上又苦又累 还带着一定的危险性 时间一长身体很可能吃不消 如果遇到丈夫突然回家的情况 妻子的第一想法就是担心对方是不是生病了 另一方面也是害怕丈夫失业 因为没有突出的优势 农民工想要在城市里 找到一份合适的好工作并不容易 而且农民工的工作一向不太稳定 如果碰上工程出了问题 或者没有合适的项目 经常一连好多天都没有活干 无奈之下只好回农村老家 如果是因为这些原因突然回家 也就意味着少了一份收入来源 留守在家的妻子还得为家里的经济操心 正是因为有以上其中原因 对农村的留守妇女来说 家外打工的丈夫突然回家 并不一定是好消息 她们反而会害怕这种情况的发生 由此看来 留守妇女的生活也不轻松 一方面要操心家里的大事小事 一方面还要为家外的丈夫担心 其中的辛酸也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你是如何看待农村留守妇女的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分享